昨天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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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最主要是他出在台唐 拜託 國營事業裡面 竟然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而且台唐第一時間 竟然告訴我們 可能是在包裝的一些交叉感染源 所以我覺得一個國營事業 我們對他的要求 應該是更加的一個嚴格 所以要必須要跟我們所有的民眾 好好來交代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個瘦肉精的 這個成分出現 是必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畢竟台唐是一個國營事業體 現在院長之爭 現在院長之爭 就發生所謂的藍綠現在已經分裂 那將來的話就是說 你們跟民眾黨的話 是不是在立法院還是會合作 我覺得民眾黨是一個未定之數 我想如果說有意義的一個議題 包括我們的聽證權 還有藐視這個法律權等等之類的 我個人覺得我們之前在選前 就彼此就已經有一些的共識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好好來談 只有有利於民生法案的 我覺得國民黨跟任何的政黨合作 絕對不是個問題 那韓國瑜也特別提到 不要把仇恨先放下 把這個民生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想我們會秉持這樣一個精神 來做更多的事情 因為昨天那個陳永信醫師 他有說到就是說 說你那個時候跟他聯絡的時候 所以有提到就是說 副院長的部分 你一剛開始是說 願意無條件的支持民進黨的人選 只要是他們願意支持善善的話 第一點喔 因為中間人來傳的時候就是講這個條件 我只是跟他們確定說 你們條件是這樣子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要回去問一下我們的黨團 大家還是 因為是這樣 在藍白河事件之後 我們在黨內就建立一條SOP 就是說既然我們尊重集體決策 既然我們認為眾人智慧超越個人智慧 所以即使是黨主席 在外面跟人家答應任何事情 不可以打據點 最多只能打逗點 一定要拿回來 大家再討論過 投票 確認了 有會議紀錄 我們才答應人家 所以他當時說 當時是因為來傳的話的人 就是這個條件 我問到說你們是這個條件嗎 我是沒意見 那我回去問問看 故事就這樣而已 現在包含下民進黨跟這個陳永信醫師說法 都是說 是你們電話過去嗎 那有談到說 會無條件支持民進黨推出的副院長人選 但是你們這邊在電話中 到底有沒有提到說 會無條件支持 或者說就是不投蔡其昌嗎 嗯 這個東西不只是在電話當中有說 而且我們在簡訊裡面 其實也有清楚的回應 就是沒有辦法投給新潮流 這個簡訊呢 我待會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整個事情的徵典 我想主要就是剛剛秉鴻問的這一塊 到底有沒有承諾 還有電話是誰打給誰的 首先我先來清楚的說明第一個點 那麼昨天記者會上呢 我們已經很清楚的跟大家說明了 在柯主席跟陳醫師通話之前 其實是由兩名中間人這個說客 到了柯文哲主席的辦公室 而且在辦公室裡頭打電話給陳醫師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 柯文哲才跟陳醫師有了第一通電話的交 交換交流 那內通電話之前甚至是之後 其實柯文哲本人都沒有陳醫師的手機 所以呢 陳醫師在他的公開信裡面說 是柯文哲主動打電話給他的這件事情 並不是事實 昨天柯文哲主席也在他臉書當中有澄清了 前因後果就是因為前面有個中間人來 兩位中間人來到辦公室 來到辦公室之後他們打電話給陳醫師 柯文哲是用了中間人的電話跟陳醫師有了對話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 柯文哲主席呢 他收到了這個offer 就是這兩名中間人傳來的所謂的條件 說他們民進黨願意支持黃珊珊 但是希望民眾黨無條件的支持 他們推出來的副手的人選 也就是新潮流的蔡其昌 那麼這個部分呢 柯文哲主席他只是表示說 他了解他們所提出來的 這樣子的所謂的條件 或者是他們希望能夠爭取民眾黨支持的原因 不過他不可能承諾任何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是經過黨團決議的 所以呢 柯文哲主席只是表示說 好他理解 現在民進黨有提出這樣子的這樣的說法 那後來電話斷掉了之後 柯文哲主席去參加了台北市政府 對不起 後來電話斷了之後呢 柯文哲主席他就去參加了 台北市黨部所舉辦的感恩參會 那在感恩參會一直到9點多鐘 也就是呢他們的第一通電話 應該是在6點到7點之間 就是這個說客在柯文哲主席辦公室的時候 接下來的第二通電話 是在感恩參會之後 因為整個感恩參會 柯文哲都沒有辦法接電話 所以是在9點半之後呢 他才接到了張批 也就是張金健醫師 醫師打電話來說 這個陳醫師很急著在找他 然後同時這個中間人也不斷的打電話來 這個通電話紀錄都有的 所以呢 而中間人也不斷打電話來說 陳醫師希望能夠再跟柯文哲主席再次無的通話 可是中間都沒有接上 後來柯文哲主席又接到了中間人傳來的電話號碼 就是陳醫師的電話號碼 這個時候柯文哲主席才又打電話給了陳醫師 那麼接下來呢 柯文哲主席也是告訴他說 這件事情是黨團有過決議的 所以呢 他也不可能自己一個人做主 所以他會把這個訊息告訴黨團的成員 也就是八名立委 還有我們的重要幹部 最後我們在10點鐘的時候開了一個內部的會議 我要說的是這個內部的會議 在討論的 除了第一個 民進黨所釋放出來的最新訊息 也就是他們願意把票投給黃珊珊 但是有所謂的條件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 並不是我們要接受這個條件 而是我們必須要預判 到底未來有哪幾種投票的可能性 這個時候呢 這些立法委員才能夠知道 未來他要怎麼投票 我們必須要確定 因為這中間才太多訊息了 柯文哲主席有他接到的訊息 黨團成員的立委 包含黃國昌、黃珊珊 或其他幾名立委 也都有接到各自不同的訊息 到底這些訊息 背後透露著什麼樣重要的訊息 這件事情是大家必須要開會 集資廣義來釐清的 並不是說柯文哲同意了 然後再來叫黨團成員開會 完全不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想 陳醫師的部分 他公開信 首先有兩個誤解 第一個誤解是 他略過了前面這一段 有中間人到柯文哲主席的辦公室 所以他才回電的部分 第二個誤解是 他明明有傳訊息給張金堅醫師 還有打電話給張金堅醫師說 他要找柯文哲醫師 柯文哲科批 可是這段也被掠過去了 變成是柯文哲 突然打電話給陳醫師 這件事情我想 這會造成很多人的誤解 以為是柯P主動的 事實上並不是 柯文哲先生 我們講一下 因為昨天 就是還是要講一下 那個電話事件 剛剛林佳龍他是說 他沒有介入 然後他只是被動被告知 然後他也沒有受益 罵兩人去跟他 這種事情是這樣 其實事情發生過了 就不用再去 談一大堆 你看看喔 這件事情台灣民眾黨 有沒有任何發言 沒有啊 是民進黨自己 就要去放話幹什麼 他就是這樣 當然就是說 不可以贏錢 贏罵又贏話 就是說你不要賭博贏了 站著便宜 還要講一大堆 但是同樣的 也不要說 輸罵又輸話 你賭數了 或什麼 就安安靜靜回去 再有哪些地方改進 再去那個 所以為什麼老是要讓興風作浪 讓這個社會不安 我覺得沒有必要 坦白講這件事情 恐怕民進黨自己要去檢討一下 他的黨的文化 怎麼樣黨的文化 就點點的 有需要改進 還有一點 1月13號選舉就出來了 選舉結果就確定 到2月1號要投院長 這長達 差不多20天的時間 我看不出民進黨是怎麼替尤錫昆補選 這擺明就是要把它做掉 這個我們都看得出來 所以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要嘛就不要提名 要提名就要認真服選 怎麼提名了他 然後每個都袖手旁觀 那個柯建明還在搞反服選 奇怪 你每天罵我叫我投給你 多奇怪的事 可是現在就是智函那邊 還有黃國昌那邊都有說 就是當天那兩個人去找你的時候 確實是有當面撥電話給林江龍辦公室那邊 也獲得他們的政治 沒有我覺得這樣還是那一句話 如果事情結束這樣就好了嘛 選舉過程當中一定有拉票啦 有什麼這一定的嘛 我覺得這樣拉票可以啦 但是不要去搞太多這種 怎麼講 太耍心計的事就 就不要啦 我倒覺得這樣 事情結束就結束了啦 然後現在大家有覺得 這好像扯到民想裡面 派系內 譬如說自己的內鬥 或者是又是像現在大家又說 林江龍跟九龍派他們兩個 可能想要爭這個格局 我跟你講喔 這以前都講過 百分之百持有北韓嘛 所以任何一個團體裡面 有派系啦 有什麼這個都正常嘛 有競爭就本來就很正常 只是說 我們何必去介入人家派系的鬥爭 不需要嘛 只要派系的競爭是 合理的 大家方法不是說太歐臭 那也是 也是大家的各自的本領啊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啦 如果我們不希望人家來講 民眾黨面部派系怎麼一大堆 那我們也不要去講人家 不需要 然後再講人家 再講人家 全部的感覺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 這就是你 我們想要去看 這就是我們 我們下了 我們下了